市场上的保健食品那么多种 要怎么分辨哪一个才是安全并没有副作用的产品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志宜 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什么是六大标准 来选择安全健康以及有效并无副作用的健康食品 那其实要选择一个安全并无副作用的保健食品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当我们把东西吃进去身体吸收消化了以后 我们是没有办法轻易的把它再吐出来的 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今天如果你有辆汽车 那汽车如果今天损坏的话 你可以轻松拿到维修店进行维修 那同样的可以把新的零件组装回去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身体损坏的话 打算你有再多的钱 你也可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完全跟你匹配的器官 由此可见 要选择一个保健食品其实非常的重要 那它必须是安全无副作用并且符合科学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六大标准 是我们可以在选择保健食品的时候使用的 那第一大标准 它必须是植物性质的技能性食品 为什么是植物不是动物 因为长期使用动物性的物食的话 其实它里面就有很多的动物性荷尔蒙 高胆不存高脂肪 那其实它容易导致我们患上这个心血管疾病 举个例子就我们这个麻黄 麻黄其实常被用于这个减肥药当中 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功能 第二药用类 药用类就是我们这个核手屋 核手屋经常我们用来软化 那其实如果长期使用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干燥 第三实用性也就是我们说的机能性食品 那机能性的植物性食品 其实就我们这个米饭 五穀杂粮 蔬菜水果等等 天天吃 长期吃 也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第二大标准 它必须是完整性的植物性食品 那举个例子 就我们这个仙层 以及我们的维他命C药丸 那仙层本身 其实它是一个完整性的植物性食品 那我们长期使用 也不会带来任何的副作用 那维他命C药丸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高浓度的萃取物 那如果长期的过量使用的话 其实会导致一些 肾结石啊 还有肛脏的水沙 第三大标准 它必须富含多种类的植物营养素 抗氧化剂 以及多汤体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植物营养素 植物营养素 不明示意 这些营养 你只可以在植物里面找得到 在动物里面 你是找不到的 那举个例子呢 仙层 它本身就有百多种的植物营养素 不会有三百多种 而仙人长它就有一万七千多种的植物营养素 那植物营养素如果种类越多 其实对我们的免疫系统 以及身体越好 那可以保住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第四 必须摄取多种类的食品 那食品的种类越多 颜色越多 其实对免疫系统越好 那我们全身上架 其实有八十兆的细胞那麽多 就大系统 那如果你使用的颜色越多呢 种类越多 其实它里面富含的这个植物营养素啊 炭氧化剂 以及多糖体的成分 以及种类就越多 那自然对我们身体就会越好 第五 它必须通过安全检测 并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这样才可以确保食品是独特安全有效的 那举个例子 一环球的所有产品 其实都已经符合这个 新加坡农粮局也就是ABA 现在的FSA所颁发的这个 Food Safety Excellence Go Award 卓越食品安全金奖 那要得到这个奖项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你需要在15年 连续15年 GMP的标准都得到 Great A或者以上的安全奖章 你才可以得到这个金奖 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食品 不是药品 所以绝对可以安全的使用 那第六大标准 不会影响自应修复功能 或者抵抗疾病的能力 那举个例子 就我们常喝的咖啡 咖啡 有些咖啡其实本身有非常高的咖啡因成分 那咖啡因其实会抑制我们的食欲 让我们兴奋 甚至上瘾 那有些人喝多了的话 其实会发现自己会心跳加速 呕吐 或者晚上会食言等等的问题 那如果你现在正在使用的保健食品都符合以上的六大标准的话 恭喜你 你选对的保健食品可以继续的安全使用 那如果没有符合以上的六大标准的话 那你需要先思考一下 并且谨慎的做出选择 那相信大家今天听完我的分享 已经知道怎么用这六大标准 去判断你的食品是否安全以及无副作用 那如果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我的话 希望你也可以帮助我like and share 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让他们可以了解这一方面的知识 那之前我也做了一些关于免疫系统 以及身体需要的正确营养的影片 那你们可以通过这个影片的下面的链接 点击了解更多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